好,我们就是这个,这一次呢 This time, we just review Review嘛,道德经 Review一下,为什么 因为这个道德经老子啊 The word, the sentences It's not really common 不是经常用的话 不是经常用的词 所以呢,我想explain一下 我想再review,复习一下 再解释一下 更清楚一点 我们想一想,我们讲一讲 这个道家和道家 老子的道家的思想 到底是什么 Exactly Talking about what 弱者生存 弱者生存法 Now you can see here 适者生存法 这个适者生存法 是讲的是什么 当然你知道是达芬奇 达芬奇说的一句话 适者生存法 你要适用自然 你要适用你的环境 你才能活下来 才能unlife 对吧 冬天的时候 不能穿T-shirt 或澳塞 夏天的时候 你不能穿这个 jacket You become sick 对吧 你要适用这个 自然的环境 Definitely 你要适用你的工作环境 学习环境 你的neighborhood 你的country 你的culture 你适用你适用你适用那个地方 你才在那个地方生活 你才have your friends 你才能有朋友 那你才能unlife 你才能happy 这个是适者生存 活着生 存是有的意思 存是有 还有生存unlife 可以unlife 你怎么能unlife呢 你得适 是适应 者是人 你得适应 这个是人 适应那个环境 就是你的country 你的culture 你的area 你的temperature outside 适应 你才能unlife 活着 才能有朋友 他是这种方法 怎么活着 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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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应这个环境 country culture place everything 你看到活 那老子的 老子的生活 是什么样呢 老子不是老子的生活 老子说 是怎样unlife呢 弱者生存 所以你只有 you have to be weak then you canunlife maybe we have to talk about the background OK background I want to say for example 那老子 或者是孔子 他们在什么时候 春秋战国时候 春秋战国时候 这个老子啊 是楚国人 孔子是辱国人 we talk about 老子 right now OK 都是在那个时候 战争时候 为什么讲这个呢 然后我们可以讲一下 他们的 the fact 他们的思想 为什么那么 他们的 为什么他们有 这样的思想 因为那个时候 战争 打仗 你看说什么国家 战国呀 fighter看脆 打呀打呀打 那normal people 老百姓想的是什么 打吗 当然不是 不想打 但是你想活下来吗 你想活下来 you want to own life you have the careful how care yourself ok 你得让别人觉得 你是一个什么呢 the weak 弱者 你是一个弱者 别人就不打你了 你是一个弱者 他有 knife 他有枪 他就不Q的 又 don't hate you they forgive you not if they are not yeah that means the another meaning ok we just say normal regularly ok normal general 那如果你是一个 the weak 弱者的话 一个强者 看你很弱 他就不fighter you了 他就不hate you了 你就可以under life 这个就是 那个时候的老子 老子的道家思想 你总是表现出 总是给别人看出 你是一个the weak 弱者 那你是一个弱者 别人不打你了 别人forgive you 走了 离开了 跑了 那你under life 那你不是一个brief 你才是一个真正的勇敢 才是一个真正的strong you are real strong you are a brave 你才是真正的勇敢 他是这样 因为我们讲的就是老子啊 讲的是怎样的生存 人生 你怎样活下来 是先怎样活下来 我们要讲一下他那个background 因为他是那个时候战争年代 战争年代 所以天天打 每天打 国家和国家 不停地打 不停地打 所以他是讲 如果你要 你要weak一点 be weak 是一个弱者的话 那你可能就会保护自己 但是这个very hard difficult 很难 I'm so strong why you want me become look like the weak 弱者 为了生存 为了活着 那这个呢 我们讲了一下啊 讲了弱者生存 这个是道家 道家的这个 这个思想 道家的思想 the fast fast ok 道家的思想 那这是道家的思想 看一下 我们可以 ok 道家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啊 道家的思想 那个时候老子还喜欢说 无为 无欲 无争 explanet again 无为 就是顺应自然 大自然怎么叫我们人类做 我们就怎么做 现在我们也是这样啊 除非是那个science告诉我们 可以改变 我们就改变 我们不能改变 我们还要无为 顺应自然 无欲 没有欲望 不想要得到什么 这个是很难的 对吧 道家 如果你没有欲望 不想要得到更多的东西 那你可能就save 你可能就安全 对吧 你有很多东西 别人看你有东西就会怎么样 就和你争啊 抢啊 那你还要怎么样 无争 无是没有 不和别人争 道家的思想 在这个地方 这个时候啊 应该表现出来 应该是一个 the big 是一个弱者 看上去是一个弱者 是不是弱者呢 按这个老子的话说 不是 不是弱者 是强 怎么强呢 这句话我们看一下 天下 天下 天下之至柔 就是just 天下之至刚 OK just 但是意思 just is 天下之国家 之是 apositive s的 自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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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柔 你的柔是柔弱 sat 自柔是最柔软的 最弱的 天下之 自柔 天下 就是全天下 在国家里 最柔弱的 最柔弱的 天下之之国家 也可以说全部 all off all off 所有的 最柔弱的 就是天下之至刚 刚是刚强 实壮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最柔弱的 自柔 是最柔弱的 最软弱的 最sat 最软弱的 就是just 就是what 最刚强的 天下之最刚强的 for example 那我们这里得讲一个 一个个个事 一个件事情 假如你想得到 你想做什么事情 对吧 你想得到 什么呢 得到一个巧克力 就是小孩 对吧 他对 说怎么样呢 爸爸妈妈说 你得写作业啊 愿意吗 不愿意 但是对 配神的 忍耐 所以他很软弱 他得听话 听话在这里 就是弱 听话在这里 就是柔弱 所以喜欢吃 还要什么呢 take a shower 洗澡 洗完澡 你还要做什么呢 还要 洗衣服 还要什么什么 你给他 alove homework when you finish then you can get the chocolate 你才能得到巧克力 那他前面 洗衣服 洗衣服 take a shower 洗澡 写作业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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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很多很多事情 finished 那这些他都是 可能是不愿意的 不喜欢的 但是呢 你看他很听话 这里这个听话 就是the wake 柔弱 最柔弱的 最能忍耐的 他其实就是最刚强的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老子的这个 老子的道家说法 明白了 道家说法 意思是说 你忍耐 你忍耐 你这样做 意思想得到的是 那个小朋友 那个小孩 想得到巧克力 爸爸妈妈可能会说 写作业呀 洗澡啊 洗衣服啊 什么什么什么 很多很多事情 then you're finished 你可以得到巧克力 那他前面做的这些事 可能都是不愿意做的事 那他都是什么 the wake 弱 他很弱吗 他不弱 他是想得到 他想要的东西 所以他看起来很弱 他是更坚强 因为他得到了 他的什么 巧克力 对吧 这个就是 就是这个意思 天下之 天下之 自若 就是天下之 之刚 那还有 for example that's too easy 因为这个就是 for小孩 too easy 天下 就天下 谁都不喜欢你 你没有朋友 和你说话 然后你的老板 也不喜欢你 然后呢 你的家人 也不喜欢你 然后你有什么也没有 你还是努力的 坚持的 continue study 或者 hard worker 然后呢 你怎么呢 you're not lost you're not lost to your job 那 you are won 那你才是最坚强的 你做了所有的 你做了所有的 everything you don't want to but you do it because you want got you want some things 你做那些 你做那些 你不喜欢做的 你做那些 你不想要做的 why because you want 你想要得到 你想要得到的东西 那么你做的这些事情 都是the vague 都是弱 弱 弱 那你是不是弱呢 when you win after you win 那你是最强的 这个就是道家的说法 这个就是道家的说法 所以天下之柔 天下之柔 就是天下之至刚 世界上 天下 你也可以说 in the world or in the country 天下 世界上 in the world or in the country 世界上 最柔弱的 最能忍耐的 我不能忍耐了 I don't have a patient No I have to忍耐 最能忍耐的 就是最刚强的 这个就是道家的说法 前提 the first if you want to you have a ghost why you're weak 你为什么那么软弱呢 你为什么那么弱呢 why you're so 揉 为什么至揉 非常软弱 在这里的揉 是sat 那也是the vague 为什么那么弱呢 因为你想得到 你想要的东西 那你就是最实状 天下最刚强的呀 小朋友会说 他想得到一个巧克力 他必须做一个小时的作业 看一个小时的书 然后再什么什么什么 他才能得到巧克力 那他做的这件事 其实是最刚强的 最能忍耐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就是道家的思想 道家的生活思想 就是做人 怎么做人 道家是教我们怎样做人 怎样生活 一个是你要软弱 你可以on the life 我们可以讲是 over again 就是说 这个春秋战国时候 如果那个时候战争 天天打仗 天天打仗 你always strong maybe the bad person 就是cute you you're brave 你很勇敢 但是你很快的就死了 你看上去很 the vague 很弱 但是呢 别人看着你很弱 就算了 他可能就不cute you了 不hide you了 那你就on the life 就是这个意思 那这个是我们 复习一下 道家的主要思想 就是以弱 胜强 那弱不弱呢 definitely not 不弱啊 不弱啊 不弱 罗正说 are you can say here something here 柔能胜高 强能 弱能胜强 柔 用 用 柔弱 说 能 can 胜 问 刚 强 死状 用软弱 可以战胜 刚强 还是 一个意思 some meaning from the different way 若能胜墙 用弱的位 可以胜利 强 强 something 那我们以前讲过水 水看上去很弱 mouse very soft 可以怎么样 可以穿透 石头 石头是rugs 石头 stone 石头是stone 水一滴一滴的 打打打打打打打 看 this throat 的stone 石头 那水很弱 石头 是hard 是strong 但是水很弱 水是不停的 不停的 不停的 滴 一滴水 两滴水 滴 水能穿石 你看水很弱吗 水可以把石头 穿透 可以throw the storm 石头 那fire 火 fire 水 fire is strong is hot 但是水 可以一样 the fire 火 没有 水很弱 水很弱 水 is a wind 好 那再看下面这个 大勇 弱 切 确 切 勇 breathe 最勇敢的 弱 像是 这一话 切 胆 切 feared 怕的意思 这是 他说什么意思呢 是真正勇敢的 最勇敢的 看上去像是害怕 那在这儿呢 I want to see something backed ground how to think 他是在这个 老子也是在春秋战国时候 那个时候经常打仗 对吧 他是真的勇敢 看上去很害怕 如果有一个坏人来了 we need a fox sample 如果有一个坏人来了 要打你 strong big person 那你呢 不是strong 你非常小 那你想 on the life吗 你就让他觉得 I'm weak 我很胆怯 I'm feared 我很怕你 他可能呢 就forgive you 可能就不cute you 可能呢 就不hate you 那你就可以 on the life 这个 老子里的这个 老子里的这个 弱 都是有一个goose 都是有一个reason 为什么 有一个原因的 就是有危险的时候了 那你知道你不行 I'm brave you're brave you know they are drunk more than you you're brave they kill you 是这个意思 明白了 明白了 这个我们已经讲了 已经讲了 勇于敢者 勇于敢者杀 勇敢的就杀 在这里是死了 勇于不敢 勇敢 勇于不敢 勇敢 I already see it down here for example by the person right now by the person when you're up to outside very dark maybe some bad person follow you nobody there no I'm brave you're brave maybe the bad person have a knife and the gun they killed you you're brave they'll die for example right 勇于不敢者杀 勇于不敢者杀 我呢 I'm not brave look at that because my sada by the person I just back around when I go you see I'm not brave okay so then after maybe I call please after maybe I go the another way and by home I'm still on the left 那我是brief 我更在 more strong 那我是真 老子的意思说 你是最 最整 最brief 最勇敢的人 最坚强的人 对吧 就是这个 already for example here okay then 这个呢 我们主要就是说 review一下 这个 这个 道家的思想 道家的思想 就是说 为了得到 你想要的东西 为了得到 你的goals 你可以 the week 看上去 很弱 for example 我们可以说 一个小孩 一个小孩 为了得到 一块巧克力 妈妈说 你得有 你得写作业呀 你得看书 oh too much but if you don't read the book if you don't finish your homework you cannot have the chocolate 那他一定要得 做作业 他一定要看书 他一定要做 很多事情 the parents never know 你度上的行 那这个 看上去 the week 很弱 他很弱吗 不是 the hardest so strong 他想得到 他的那个巧克力 他是非常强 以弱 胜强 看上去 很听话 但是他得到了 他小的 这个就是道家的一个思想 道家的说法 但是呢 我们have to know the background from the thousands years ago ok 那这个 我们review一下 这个 也讲了一个 他的道家的思想 看看啊 还有挺有意思的啊 还有 这个我们也讲过了啊 天下四季 就是他的老师 老师 老子的老师 伤容 告诉他 我教了你三句话 对吧 你看到我了没有啊 最后一句话 有 有 舌头 the tongue 没有牙齿 你明白这个道理了 you can on the level 天下四季 你什么都会了 you know everything you know everything 你什么都懂了 什么都明白了 you're over time finished 你不用学了 天下所有的事 天下world 天下所有的事 你都懂了 你都学会了 you're finished 就是这个意思 那 这个我们也是review一下 知足 知直 你要知道 什么时候good enough 就是够了 这个也是这个 道家的首道 要告诉你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要贪心 不要想得到更多的东西 当然他这里举了一个例子 for example 如果你有很多东西的话 我想要很多的东西 我想够钱 金子很多 但是呢 你知道吗 如果你得到了很多 你就会 危险 有坏人想要偷你的东西 有坏人想要抢你的东西 you want to unlock life 你别要那么多东西 你没有任何多东西 你没有很多钱 你也没有很多的东西 那个小偷 那个坏人还偷你吗 you get nothing 他就不偷你了呀 当然这个道家思想 也有这个意思 不要有很多的欲望 无欲 没有 什么都没有 I got nothing 什么都没有 知足 这也就是知足 知足者 常乐 这个我也讲过 last video we already said down here 那对不对呢 as again in the depends 如果我天天想 我今天有饭吃 明天有饭吃 good enough 那how can study continue right 你想要有 现在我们会说 you want to 生活更好 not only for to eat you want to smart then you want to healthy then you need to continue more study right more learn and that's why 知足常乐 就是good enough 好了 不往前走了 这个是老子的道家说法 again 这个still means in the depends we have to know this is long time ago long time ago okay so then we still have to know this is a background this is a thousand years thousand years right 那个时候 国家和国家经常打仗 所以呢 他的想法就是 你怎么能让你这个 怎么生活 怎么活着 就是这个意思 讲了一下 那我们再复习一下 讲一下他这个道德经 道德经究竟有多长呢 这本书 这本书啊 有五千多个字啊 五千多个字 不是很多 但是呢 每句话讲的都非常非常的好 我们主要就讲了一下 道家的思想 第一句话记住 就是以弱胜强 弱者生存 想活下来吗 要有像一个弱者一样 才能活下来 那换句话是 again when you need back of ground when you have to think 因为他是 春秋战国时候 那个时候是战争的时候 所以想要生存下来 想要活下来 你必须 你一定 the glass 弱 现在也一样啊 现在也一样 现在不是说生存下来 比如说我前面讲了一个 那个说 如果你遇到坏人的话 如果你看到坏人 after words of outside how the one bad person follow you and you're so worried about that no I'm brave I want the you want the you want that person follow you no right however you're brave the best way how to go around call please right 你看上去 look at that 是 你很feared 你很害怕 其实呢 eventually 其实你呢 不是害怕 你是最勇敢 为什么 你是想保护自己 这个才是真正的英感 这个就是他说的这个 老子说的这个 道家的主要的思想 还有我们前面也讲了这个 一些成语 一些成语是什么呢 已经讲了啊 再复习一下啊 一些成语是 这个是大直 弱 区 真正的 好的 现在我们有啊 我们工作的时候 经常会看到这样非常优秀的人 那些非常好的人啊 大直 弱 区 是什么 直 正直 好的人 真正好的 弱 看上去啊 都非常的客气 我们经常去什么地方的时候 非常好呢 非常客气 非常礼貌 那你会不会觉得 他们好像 You are a bigger person They are not No They are bigger but They are bigger levels 但是为什么那么好呢 这是 The quality Nice person OK 这是 大直 弱区 好的人是包容别人的啊 宽容别人的 我们有的时候会有工作的时候 没有做好 没有做对的时候 你的老板可能对你非常客气 非常礼貌的说 没关系 我们可以together figure out Let's talk and hug and figure out 那你会心里觉得 哦 我的老板非常非常的好 那他是老板那么好 对吧 人家非常非常的聪明 还是一个老板 这才是真正的好老板 你可以 这才是一个大直 弱区 看上去啊 看上去是一个啊 非常包容包容你的人 这样的人才是一个非常好的 好吧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